画面上看到蛋糕柜上放着一个超巨大的马卡龙 还有巨大的巧克力面包 不免都让人发出疑问 这么大的甜点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仔细再看一次 一只手缓缓地把面包放在蛋糕柜上 原来不是面包太大 而是蛋糕超级迷你 这是为在大阪一名对制作迷你模型 很感兴趣的上班族所做的 精致程度如果用放大镜来看 完全就跟真的一模一样 这些蛋糕的大小全都只有5厘米 做一个迷你蛋糕就得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店内华丽的灯光 全都是使用真正的照明设备 蛋糕店模型整体总共花了一年才完成 可爱又逼真 用心程度瞬间在日本网上掀起话题